無論你是否愛狗 你身邊總有一隻狗 牠們乖起上來,簡直恨死你 但是乖起上來 絕對激到你反轉再反轉 一群星級狗主人 將會首次擔任主持 連同超級純犬師Eric Cole 成為你們的狗狗星 Eric Cole,香港著名的犬隻訓練師 擁有超過十年的純犬經驗 對犬隻的心理和行為問題 療如指掌 他訓練狗狗的片段 更加在網上風傳 受到全球各地的狗主禮包 《玩火》是吳郭敬的金曲 但其實牠最喜歡的不是玩火 而是玩狗 這集牠和超級純犬師Eric Cole 將會深入元朗 賭破一個惡狗社團 這隻狗叫Happy 但牠一點也不開心 因為牠患了狂廢症 還有,這隻超級純犬 牠已經趴在那裡幾個月 不願意吃、不願意玩 原來是因為掛念一隻 死了的狗狗好朋友 寵物狗狗星 究竟能否幫到牠呢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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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也很內疚 因為在甘甘身上 出現了一個反常的現象 但是吳國敬一直都幫不了他 這一天,我們的狗狗星主持 和他的甘毛沉迴犬甘甘 來到超級純犬師Erico的犬籍訓練中心 吳國敬和甘甘都是第一次來這裡 但是甘甘一進來 不夠十分鐘就出事了 一見狗仔走過來,甘甘就開始騰雞 說真的,這些狗仔偏偏都是這裡的熟客 牠就是朱古力 還有牠,牠叫小白,你好,小白 這隻叫飛飛,這麼久不來光顧 還有這隻大白,你好 牠們每個都被Eric教得很乖 打算幫忙招呼新朋友 誰知甘甘會這麼害怕 還躲上沙發,這麼難受 這群小狗仔每隻都小過甘甘一半 以甘甘的體型和氣力 單掌都配得開牠們 甘甘,你怕什麼呢? 平時如果小出去和其他狗玩 或者小和其他狗社交 牠就有機會不想和其他狗玩 牠有一隻五歲的狗 譬如有些狗是三個多月,五個多月 牠們比較活躍,經常走過來撩你 牠們有些狗年紀大一點 牠就會不理睬 牠會找一批批批批批批批,即是走開 牠在家附近,牠有些很友善 有些不理睬 不理睬 牠也挺高度 牠喜歡一些跟牠的身形差不多 通常小隻一句就避開牠 小隻 因為小隻肥的 牠就爬開 原來狗狗的膽量和牠們的體型 不一定成正比 而像甘甘這種甘無尋回犬 聲情還出名乖巧 所以很容易被其他狗狗欺負,真可憐 而且吳國徑對於又嗲又醇的甘甘 真是臭臭臉 話口還沒完,甘甘立刻刁蠻給你看 喜歡游泳的甘甘 一見訓練中心的游泳池 就立刻衝過去 吳國徑又哼又哄,都沒辦法 Eric唯有給甘甘下去游兩個堂 游得游泳,甘甘多開心 你看吳國徑更開心 他看著女兒的眼神,真的很溫柔 嘗試偷走,在家裡偷走去游泳 偷走去游泳? 是的 我不知道牠怎麼會開門 然後我來遇到沙灘那隻狗 這麼像我的狗 是的 這樣會令…看一看,糟了 你跑去游泳,然後牠跑回來 這麼搞笑? 是的 之前養過也有些很不開心 因為曾經試過有一隻 那隻是出街被車撞死了 那幾年前就搬出新居 那地方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想著不如再試試養那隻狗吧 因為這隻我… 我拿回來的時候是經過心思熟慮 有朋友就跟我說 我生了一隻狗 有一隻被人選剩的 挪底刺的那隻 然後我看著看著 好,沒人要你,我就要你 然後牠跑回來 最近因為我的露天庭一場 有些野豬出現 一隻狗,十幾隻有大好小 牠以為人家是狗,經常跟牠玩 所以我也會擔心 不過竟將金金游寶寶 抽到現在這麼大隻 牠承諾對金金蟲 一而終不再養多隻 我之前想領養那隻狗 我就帶牠去愛護肚物協會 那些導師就… 不是馬上說你想領養就領養 你看牠們兩個是否合不合 然後我拖了一隻我心疑想養的狗 跟牠一起相處 然後牠就回覆那隻狗 背向那隻狗 然後導師就說不行了 我想不可以領養 因為金金不太喜歡氣氛 喜歡對方的小狗 說會影響牠的健康 去到牠看到一隻狗 轉著臉開 你不要帶牠過來 可能牠的心態 牠有 在這個時候 真的又要唱兩句吳郭敬的金曲 越問越傷身 映然糊塗是我過分 是, 是我過分 吳郭敬為了金金 狗也不敢養多隻 再這樣挑剔牠 我們還是人 還是馬上回到剛才的案發現場 究竟金金有沒有救呢 讓我們先重組案情 看看, 第一隻狗仔經過 但是金金是沒有反應的 到第二隻狗仔出現 開始縮立 到第三隻狗仔 彈開了 我們發現原來嚇一隻金金的 不是狗仔的數量 而是狗仔的熱情 是否正常 逃走 我們要教牠面對 待會就可以站在這裡 牠現在找你支援 你的脖子在你後面 喂 那我走了嗎 牠看到活躍的狗 牠會比較細膽 牠會走開 你坐在梳化的時候 你留意牠跳上梳化 再在你後面最高處 牠不希望其他狗去攪牠 有危險, 牠就走 牠不喜歡活躍的分子 你看到嗎 對 那邊 對 牠這些琴我們不給 一琴我們就要說 當牠挑戰牠, 琴牠 或者搭著牠 大部分狗都不喜歡 所以我們一定要停 你看到我們加些狗出來的時候 牠們靜態了 是完全很好 牠也不會過來黏著你 開始順應環境了 聞可以聞 不能太久 你看牠多白 乾杯 其實你不要說是金金 就算是人 這麼多狗狗不停湧過來 很多都會煩到彈開 所以主人們 對著太興奮 太熱情的小狗狗 最重要是叫牠們冷靜一點 不停…牠們 對 對 對 你坐… 你坐… 我們跟金金玩 當我們摸牠 哪隻狗過來慢慢說 牠就覺得這裡的環境很安全 如果覺得這裡安全 基本上牠就接受這個環境 因為你最厲害 明白嗎 是 是 Eric和吳郭敬 兩個都這麼MAN的大男人 控制那群小狗平靜下來 金金終於可以跟牠們 零距離接觸了 有空就多一起聚集吧 好…